大家好,我是老韩,作为一个自媒体新手 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大家其实都经历过一个阶段 就是收益非常低的这个时期 尤其是对于很多刚开始入门的朋友来说 自媒体不管是做视频、文章还是做其他的类型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收益基本上就几毛钱甚至几分钱 好一点的呢可能有个一两块有个几块钱 但是大多数人的收益都是比较低的 因为大家刚一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 并不会去想做一些技巧类的内容 这就导致了正常的大家理解的那种自媒体内容呢 发出去之后可能就是没有流量呢 这里的没有流量 先给大家直接说原因是什么 这个其实很简单 也是很多朋友在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账号为什么没流量 怎么做没有收益等等这些问题吧 所有的新手账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一个原因就是你的内容是不行的 这个内容呢整体上看分为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标题 你的标题不够吸引人或者是做的不太合格 起码要写成三段式的形式 这种形式呢属于老生常谈了 但是平台上自媒体标题形式就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只要这么去做就会有进步 另外就是封面 你的标题和封面是要相关的 这里边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你的话题的选择 只有标题和封面是不够的 你的话题一定是具有稀缺性的 别人看了之后呢 他知道这个东西他没看过 他很愿意点击去看 这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另外就是内容本身了 内容本身是什么呢 就是你视频的整个的这个内容 这里边呢包括视频的画面 音频文案 以及你自己的语言风格 包括你的各种的剪辑的技巧等等 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涉及到的 那么构成一个完整的视频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拍一个公园里边三个步 带着孩子玩一玩 拍个这种视频 或者拍个风景的视频 或者去网上下载一个别人的视频 然后发布出去 更或者就是拿手机拍摄电视剧 播放的视频进行录屏的视频 像以上说的这些形式都不行 流量都是非常低的 没有播放量 没有人看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相信看到这里的朋友呢 在某个平台有很多相对 涉及这方面的朋友比较多 他们大多数是年龄偏大一些的朋友 那么接触自媒体 基本上就不涉及什么剪辑的问题 就只是单纯的拍摄 感觉这个东西能赚钱 但是其实跟大家说实话 这个东西呢不能瞎忽悠人 你看到别人赚钱 不代表你自己能赚钱 有的人确实没有靠自媒体赚钱的能力 大家说这个话呢 说的也太绝对 有一些人呢 他是有一定的学习能力的 比如说我见过一个年纪最大的学员 65岁了 那么他对于互联网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也是不怎么接触的 但是现在呢 对互联网学习的也是非常的了解 基本的像自媒体的这些操作 甚至电脑的这些操作 包括像办公软件这些的操作 他都能够把握了 都能够熟练的掌握了 像这种情况呢 毕竟是少数 还有很多人呢 其实是不满足这个条件的 另外一点就是 有的人说我文化水平低 能不能做自媒体 这个呢 跟大家说实话 做自媒体跟文化水平没关系 但是呢 跟你的学习能力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些文化水平高的 他们也不代表就能做自媒体 另外什么是文化水平呢 其实呢 我觉得不是什么学理 而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学习的能力 或许知识的能力 或许信息的能力 以及你自己的思考的能力 这才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 作为一个普通人 应该具备的一定的这种知识文化的能力 不是说我有多高的学历 你看那些大学生像本科毕业的 研究生毕业的 甚至博士毕业的 有很多人 他们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 或者社交能力为零的 这种人呢 有很多 包括有很多来找我学习资本体的人 他们的说话方式 沟通方式 情商 以及他们的这种社交能力 基本上我都看得出来是非常低的 像这样的人呢 其实就是接触很多东西呢 对他们来说是有难度的 但是难度归难度 我们想要改变的这种现状 达到一个我们标题中说的 这样的一个收益水平 每天收留个200块钱 从几分几毛钱 到每天有几百块钱的收入 这个过程呢 其实并不困难 因为什么呢 自媒体 如果说我们想做到什么 头部账号 中上层 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 可能真的有难度 但是你想做到一个腰部创作者 这个其实呢 并不一定说就需要 你有多么强的能力 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有这样的机会 只要方法找对了 那每个人 其实都是可以做到这样的 这个过程 需要我们做到些什么事呢 那么对于新手朋友来说 应该怎么走过这个过程呢 我在这儿呢 给大家签了两点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找那些 能够适应平台需求的方向 比如说有一些领域 它是不太适应平台的需求的 像这些奇闻意识类的视频 像这些国际社会乐点类的视频 虽然平台中的流量很高 但是作为个人创作者来说 平台不希望大家去说这些话题 因为你没有相关的资质 没有媒体的资质 个人讲这些事情呢 是很容易胡说八道的 你是不权威的 不权威的内容 你说就是说出去之后呢 就会引发一个问题 所以平台对这些相对敏感的内容呢 它更希望一些比较权威的人士来说 所以说大家看到 这些相关的领域当中 有很多的比较专业的人士 著名的像什么博士 教授这些人 或者是社会精英 什么评论家等等 这些社会头衔比较高的人 他们在说这些话题 他们也在做这样的自媒体 所以说作为个人来讲 我们呢尽量不要去触碰这些方面 这是针对于平台来说的 去做平台愿意推荐的 那个让普通人去做的 有留恋的那个领域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 找到我们自己能做的那一方面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有的人呢 他适合一些技能类的 有的人呢适合一些情感类的 有的人适合一些技巧类的 那么你到底适合哪个呢 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 是完完全全由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 所以每个人在选择领域的时候 其实呢 我给大家进行推荐的时候 我也是很难抉择 因为有一些人 你给他推荐了之后 他不一定真的适合 但是他能不能找到 自己喜欢的那个领域呢 这个呢 我觉得那是很困难的 唯一的一个方法 我在和学生的交流当中 也给大家说了 这个方法呢 也很难 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做到 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做 但是他真的很管用 很实用 而且很有效 但是呢 还是强调 这个方法 它是有一些困难 如果说我们想要靠自媒体来生存 那么把它当成一个 未来发展的行业去做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逼经的一个阶段 那么有了这两个过程之后 找到了这两个方向之后 才能说你对自媒体算是入门的 你靠自媒体长期去赚钱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只要你找到了这样的方向 就能够获得正常的流量 正常的单价 我们在我的这个账号 最开始的那几个视频当中就说了 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 正常流量 正常单价的情况下 后期你的收益是不会低的 别说200块钱 每天可能呢 500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媒体的未来 不是说现在不能赚钱 不能怎么样 就代表这个行业就没有红利了 怎么怎么样的 现在平台绝对没有说 吝啬给大家发这种内容补贴 你看平台现在的补贴有多少种 真的是越来越多 四五种 甚至五六种那么多 这些补贴呢 都是平台单独拿出来的钱 给大家补贴的 所以说呢就是为了扶持 鼓励新手 越来越创作更多的优质的内容 希望大家呢找到那个优质的自己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只有这样平台呢才能好 用户呢才能喜欢这个平台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自媒体人 才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去在这个行业谋求一些未来的发展 或者简单点说 就是能够多赚点钱 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 我们支持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